12月11日,随着苏州双十二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的出签结果公布,重签者可以下载数字人民币红包。 和滴滴出行。京东商城支持市民在购买自营商品时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,成为市典中首个接入数字人民币的线上场景。 同时,市民可以在苏州市直辖区仅万家线下商品无门槛消费。 线上支付中,重签者则需要先在数字人民币红包中创建紫钱包,选择推送紫钱包到京东APP,再打开京东APP,选择自营商品,提交订单,在支付选择中选择数字人民币完成支付。 一位京东快递小哥表示,比以前获到付款更快,现在在直接点数字支付中间能省掉两个步骤。 据了解,京东场景推送的紫钱包有三个特征。 方便快捷,由数字人民币APP向京东推送紫钱包,即推即用,即时支援在京东APP内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。 安全保障,可在数字人民币APP中及时调整紫钱包的付款限额和关键钱包,加强用户对紫钱包的安全管理。 隐私保护,京东APP无法获得使用者个人敏感资讯,保障使用者隐私无泄露。